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個股 今天的個股存股觀察是3402的漢科 這一集是之前網友指定想要看的個股 在這支影片裡面我會從個股的現況 還有好股標譜的條件 跟合理價格的估算及驗證的部分跟大家做說明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趕快訂閱 謝謝啦 各股現況 公司名稱是漢科系統科技 然後股票大概是3402 股本是7.31不大 上市年數13年 然後今年的現金配息是1.53元 如果以這個配息來計算值利率的話大概是5.6%左右 然後連配現金年數是6年 因為2013年是沒有配息的 然後今年配息率是58.7% 然後6年配息率是78.3% 然後今年ROE是13.44% 8年ROE其實不到10% 除了是因為在2013-14年前的ROE並不高 所以整個把平均拉低 然後再專注本業的部分是94.3% 漢科主要是做一些像製程管路的工程 像是大家比較熟知到的像無塵式的銅包工程 包含集電的系統啊 一些像廢氣處理啊 像以台積 它目前接到比較大的訂單 就是像台積的一些飛機處理的機台 另外還有像是製程的設備 還有化學系統的那個銅包工程等等 在月營收的話 紅框指的是近四年 然後第二季的表現 像今年的第二季 跟去年第二季比起來其實是還算不錯 因為畢竟是疫情後剛恢復嘛 因為你看第一季 第一季整個狀況其實不太好的 然後第二季其實它復原的很快 主要也是因為像一些大廠 像台積在南科的擴廠的案子 其實它整個帶動營收就整個起來 然後目前從七八月看起來 表現也是還不錯 跟去年同期比起來都是有比較進步的 所以預期第三季的狀況也會不錯才對 在營收地區的話 HANK還是主要以台灣市場為主 然後中國大陸面大概佔了兩成一 新加坡也有大概3% 在整個去年來講 2019年來講整體的營收是大概下滑了兩成六 然後今年預計的營收 因為看起來疫情後恢復的還不錯 所以也許會跟去年差不多啦 就整體上來講 不過這個還後續還有因為第三季跟第四季還要做觀察 股東人數變化 今年股東人數大概增加了1076人 跟之前介紹的個股比較不一樣的是 之前都是大股東有明顯的 就是持股減少 大部分丟掉的股票是散戶接嘛 不過HANK比較不一樣的是 反而是大股東有增加的趨勢 就是增加大概將近2.5%左右 然後反而是散戶有減少 這個為什麼大股東會增加持股 這個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是不是對股價有一種想像呢 好 好 好 股票挑選條件 我們一樣會從配息毛利跟ROE 都是以8年的一個區間來跟大家做說明 配息是否穩定 近六年平均配息率是78.3 然後2013其實它是沒有配息的 整個到14到18年其實配息率還不錯啦 不過2019年 可能因為有些可能資本支出的關係 所以它整個配息其實大概將近六成而已 營業毛利狀況 在營業利益率的話 你可以看到從13年開始 其實它已經連續六年的往上增加 這是一個還不錯的現象 代表它本業其實是有越來越好的趨勢 雖然說它整個營收到像2018年 算是處於一個高點大概37億 然後2019年只剩下27億 少了將近大概三成 今年的話 應該會跟27億不會差太多才對 因為畢竟第一季的狀況其實沒有跟上來 因為第一季只有6億而已 幾乎是創下近期的新低 然後第二季就馬上恢復到大概7.28億 跟去年同期比起來 還是算是比較好一點 那麼整體的毛利表現起來 其實還是不是很穩定 因為畢竟這種接工程的產業 這種工程同胞的產業 其實它的整個接案子 除非像是台積啊 會寫比較大的電子 電子廠 它有辦法下這種比較持續性的單子 不然大部分可能還是需要靠不斷的接單來維持營收 不過現在如果它近年已經打入了台積的供應鏈的話 那麼我覺得未來的毛利率 就比較不會像之前這樣子 就是突然只剩下13% 然後又有好到20% 所以它的變化可能會稍微趨於平穩一點 這也是一個好的現象 因為畢竟 大公司它整個像台積的未來的資本支出也持續在增加 都已經破兆元了 有1.2兆 所以 整個在無城市工程這一塊 其實它除了像母公司漢堂以外 其實在漢客的部分 其實也可以承接到不少工程 所以未來覺得毛利的話 應該可以維持在可能15%到20%之間 不會像之前這樣會落在13%一下 RV是否穩定 年表的話 其實你從這邊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它2015年前大概就是4%到6%的範圍 不過到16年以後 整體的營收就往上跳了一擊 然後我想這個跟整個 打入許多電子大廠的供應鏈裡面有關係 就整體的營收 比較不會像之前只有跟12億11億 然後甚至在09年的時候可能只有不到10億 這對整體的股東來講 其實並不是一個好的消息 因為畢竟你看如果今天營收只有10億上下而已 那它整個營業利益就會很難看 你看這營業利益只有不到1億 那這個甚至更慘 只有1000多萬 然後這個一樣 這個都不到1億 所以如果今天 你的本業至少像如果你的營收可以維持住的話 你基本上營業利益就不會落差太大 像這個你看從2.21億到3億之前 大概整體的範圍在這邊跑 如果它毛利可以維持穩定的話 那麼它整體的營業利益就不會太差 那麼這樣子就有辦法維持在可能 12%13%以上的ROE 然後可能落在15%上下降 比較不會誤差這麼大 其實這個對股價來講影響比較大 因為畢竟我們股價是主要也是ROE為主 主要的因素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我們投資的股票 它的ROE其實變動不要太大會比較好 再來看紀表的部分 今年第二季的營收 反倒是比較逆勢成長1.8% 因為其實你看之前介紹 有蠻多個股都是第二季 其實狀況有比第一季好轉 但是還是跟去年同期第二季比起來還是有點衰退的 不過漢克因為整個目前手上的案子算是蠻窄 所以它整個第二季的表現就有蠻明顯的複數 然後第三季的狀況 從七八月的營收看起來 第三季狀況也會不錯才對 我們今年估的 因為你看這樣子的ROE 從今年第二季有複數狀況估起來 因為去年是大概13.4% 然後今年預期ROE 我大概也會估在大概14%左右 合理價格的計算 我們先從股災有可能出現的價格 來跟大家做說明 就像剛剛前面講的嘛 我們ROE是取14% 然後合理的本益比的話 就會以低本益比為主 因為畢竟我們是從股災的角度來看嘛 所以股災會發生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低本益比出現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看 從7.68嘛 然後將近8倍 然後7.89 9.85 這樣看起來的話 我們覺得說大概 8倍 左右 是比較合理的 那麼這樣子 這邊有公式嘛 大家可以 如果 有想要看的話可以暫停 然後看一下這個 整體的計算方式 然後就是 我們會得到一個 預估的EPS 2.57 然後再去乘以這個 8倍的本益比 就得到20.6塊 再來中價位 就是以目前 經營的狀況 我們去給它一個 比較合理的本益比 所計算出來的 所以ROE一樣是取14% 然後合理本益比 就是從 高跟低之間 我們去取一個合理值 所以 剛剛說低是8嘛 然後高的話 大概就是落在12 12 13 14上下嘛 大概以12為主 所以我們大概就抓中間值 大概合理 算是 10倍 所以 以10倍來講的話 算出來的價格就是 25.7 那目前的股價大概是接近 26.9左右 也還算趨近合理啦 因為不會誤差很大 在合理價格驗證的部分 今年3月有發生一個 比較大的波段跌幅嘛 那麼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波段跌幅來驗證一下 我們這種計算的方法 是不是 在之前公司上面是 比較適用的 我們一樣拿14%的ROE 來做預估 然後今年第一季的禁止是 17.93 所以 顧出來的預估的EPS 是2.51 那2.51 乘以 今年109年 就是這個3月所創下 這個低點 19.9塊的低點 的本益比 是7.68倍 那麼你可以 相當出來 7.68乘以2.51 得到19.3 19.3 就是 當 如果你今天 營運狀況是 有可以到14% 那麼 加上你本身的禁止 去預估到說 那你今年大概可以賺多少錢 然後去乘以一個 低的本益比出來 大概就是可以到19.3 所以這個如果剛我們用一樣的8倍 其實不會離19.3差太多 就是大概20出頭而已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 這樣距離起來 範圍 蠻接近的 就是19.9 基本上也是在20塊左右 那這樣顧出來 大概是20出頭 這樣就算蠻接近的 也代表說這個 這樣子的 本益比其實蠻具有參考價值 大家可以做個參考 那當然不是說 就像剛剛前面講的 不是說一定要等到19.3 你才會開始介入 通常假設今天以這個例子來講 19.3塊 我可能大概 可能21 22甚至23 我就會有開始介入的動作 因為有時候像19.3 它是很瞬間達到的 就像這個19.9一樣 你看它有一個很長的下影線 所以代表它在當周 因為這是周線嘛 所以你在當周 其實真正碰觸到19.9 也許就是盤中一瞬間碰觸到 如果你今天硬要設定成19.9 才要買進的人 那你可能買不到的機會 還是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間公司還不錯 那麼我會建議說 你可以提早個大概可能一兩塊兩三塊 就可以買進 這樣可能會比較不會有那種錯值的機會 好總結一下 就它營業利益率 這邊寫錯了 應該是連六年的成長 然後它本身是算台積電的供應電的一環嘛 所以未來的整個擴廠的案子持續的話 那麼它整體的營收 你可以去看它像合約負債裡面 合約負債是一般是在那個 資產負債表裡面的流動負債 在流動負債裡面有一個科目叫合約負債 那合約負債你可以看到它整體的 預收的錢其實是有在增加的 你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它單子還是滿滿的 再來就是價格 就剛剛算的 這樣還算滿合理的啦 因為畢竟落差不大 再來風險的話 還是提到一點啦 因為畢竟這是屬於 它不像一般的民生必需股嘛 就是它的營收比較穩定 所以它連帶的整個營業利益跟ROE相對就比較穩定 因為它是算同胞工程的 必須要不斷的去接案子接單子 其實大部分公司的模式也都是這種 所以其實你整個ROE穩不穩定 就可以從這邊觀察出來 究竟今天是具有競爭力 有高度競爭力的公司 你的案子基本上是你不用太去過於追求 就像我們台積來講好了 基本上它的訂單都已經排到什麼時候去了 像這種不僅是ROE穩定 而且會持續的成長 就是這種類型 然後目前漢科至少比以前好 因為以前你看ROE都只有4%到6% 然後這幾年都已經有到兩位數以上 至少它是往成長的這一塊來走 至少是比較好的 再來就是它旗下的單一的客戶 營收佔比過高 其實這也是很多電子廠 或者零組件廠比較容易發生的問題 不過這個還在觀察 因為畢竟它現在主要是以 以像台積那幾間公司為主 那未來的話 萬一就是讓擴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那麼它整體的營收能不能維持住 其實也是一個觀察重點 不過未來這兩三年內應該還不錯啦 因為整體的營收都 都被那幾個大咖給佔滿了 只是未來如果你今天有考慮長期持有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持續觀察 然後未來整體在營收佔比的部分 好 預告一下下一檔個股 適可問號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寫的比較多個股 那麼其實我自己有一些想法 就是有看到現實的狀況 我這邊先不破梗好了 可以跟大家大時候可以期待一下 就是寫一點 也是跟估價相關的 就大家可能在爭論說 某些股票目前到底合理價格是多少 那麼有些人覺得這樣子太不合理了 怎麼可能值這種價格 那麼我就覺得 那我就用我的方法來算算給大家看 看是不是真的值這個價格 好吧 那就再期待一下 然後之後就會再回復到個股的財報部分 因為目前已經累積了大概三四十檔個股 如果照這樣要寫完的話 已經要排到可能四五個月以後了 所以請大家多担待一下 謝謝啦 如果你還有想要了解其他個股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話 記得訂閱一下喔 謝謝啦 掰掰